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今天这一集啊 咱们得讲个硬气了啊 现在返回舱啊 成功着陆了 说神18载人飞行圆满获得成功啊 现在飞行员已经下来了 是吧 所以你们怎么看呢 美国那个两个人还没下来啊 呃 这一次的话呢 是吧 我也讲过了NASA他们为什么要急啊 因为NASA他们如果 做不成功的话呢 他们就只能依赖于马斯克 那马斯克呢 为什么要这个成立那个效率委员会呢 他成立那个效率委员会最终他们要的是什么 他就是减少那个人的费用嘛 减少NASA的费用嘛 你减少了NASA的费用 NASA就没钱了嘛 NASA就使不了波音那些人嘛 那使不了波音的那个的话 那使谁 他不就使他了呢嘛 他不就长期稳定执行 所以马斯克为什么要往火星发火箭呢 他真正目标是真正为了去火星嘛 根本就不是的 来不及的 对吧 什么叫来不及 首先呢 你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 然后才能最终去到火星 对吧 那一代人办一代人的事 那你这代人呢 你马上就不行了 对吧 所以美国呢 最多撑死了 玩十年就玩不行了 那既然已经玩不行了 为什么还要往那个上发火呢 对吧 他到底要干嘛呢 他要做的事情非常的明白 清楚明白 知道吧 就是干嘛 就是 就是他为了避免自己被淘汰嘛 所以他告诉大家呢 我要往那个天上呢 发火箭 对吧 完了呢 我拿一块子给它夹住了 你说这东西有用吗 这东西有用 你说这东西真有用吗 这东西也没什么用 但是呢 他重要的不是这东西有用没用 他重要的是告诉大家 我是科技新星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科技新星 没有任何一个人科技新星比我厉害 他要的真正的结果是这个 只要他真正做到这一点 是吧 他作为一个科技新星 是吧 那怎么样了呢 那就OK了 对不对 他只要让所有人意识到他是一个所谓的钢铁侠 是一个意识到所有人他是一个superman 他就可以了 完了 他保持他作为钢铁侠的形象呢 从而他去投资别的东西 对吧 这个呢 是他的目标哈 但是我也讲过了啊 呃 如果你说现在 是吧 这个马斯克最怕谁 马斯克不怕索罗斯 啊 马斯克怕的是巴菲特 为什么 巴菲特拿了三千多亿嘛 所以对于巴菲特来说的话 他投资谁 他投资创造了一个新的科技达人出来 那很有可能就会把马斯克的形象弄走 所以为什么马斯克他是一个当家花代 就因为他在航空航天方面呢 取得了什么 取得了一个成功嘛 他用NASA取得了一个成功嘛 对不对 那么从而引发的呢 其实很多的人对中国这个航天的质疑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我说你实在话啊 马斯克的航天技术也好 中国现在的航天技术也好 如果你要我说啊 虽然我不懂航天技术啊 但是你让我 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 现在的人类呢 就像直接跳到河里游泳是一样的 这种一火箭 是吧 进行推进的这个项目和技术来看的话 太贵了 对吧 基本上小收回这个收支很难 基本上都是属于原始的往上砸钱 等什么时候那种电磁的或者别的 是吧 这个起飞的项目就给你看看科换片似的 直接电磁一下子就起来了 对吧 原地就拔起来了 不需要消耗什么能源 等那种方式出现了 人类才能真真正正盘得上星际的旅行 但是这些东西的话 需要砸无数的钱 砸天亮的钱 所以这种钱呢 只能谁来玩 只能国家玩 这种钱呢 都是投入了之后的话呢 没什么好处 对吧 但是长期投入之后最终能看到好处的这个方向啊 而且当年的大航海 你要知道是谁出的钱 对吧 财富的成话故事呢 跟你讲啊 人家讲契约精神啊 我给老船长钱 老船长去 老船长呢 从那边成功了 老船长成功之后呢 回来给大家回报 从而支持了这赵航海 对不对的 不对 欧洲第一波真正玩航海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呢 为了能够这个跟西班牙玩 为了能够得取海上利益 他很早就建立了航海学校 造船技术啊 航海学校啊 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凭什么玩航海啊 第一波的投资是谁投的 是他投的 对吧 是政府投的 对不对 对 那你说这个西班牙呢 西班牙更别说了 伊沙贝拉伊士 他支持了哥伦布的大航海 航海的那个时代还不能证明他有钱 他能赚钱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 都是不知道未来方向在哪的 这些东西都是 是吧 政府投资的 即便是今天的NASA 甚至我说的不好听的是马斯克他们 他们都是靠这个什么 都是靠政府投资推动 对不对 完了呢 他们吃的这个红利 只不过呢 后来资本主义这个故事 为跟你讲神话 他就不跟你讲伊沙贝拉的这个投资 不跟你讲西班牙葡萄牙的一些航海学校了 是吧 玩到最后好像这个游戏是 是吧 这个只有他们投资 只有他们去如何如何了不起 如何如何如何 是吗 不是的 恰恰不是 所以呢 马斯克他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他要搞他的一个财富神话 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 既没有必要跟他拼 也没有必要跟他比 对吧 踏踏实实的按自己的步骤走 只要咱们的这个方向最终对标NASA 对吧 我觉得就OK 对吧 只要在2030年前 中国踏实实完成登月 完成自己的计划就行了 马斯克也好 NASA也好 这些人 他们都是没有未来的 为什么 没钱啊 马斯克想上火星 现在要到203几年 但那个时候的话呢 整个美国你觉得容得下他吗 对吧 我没跟你讲嘛 这一次他缩哈了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他如果不缩哈的话 别人还能支持你 那么将来的话呢 别人一定要换掉你 你就算川普赢了也没有用 为什么 你川普赢了只有四年 四年之后你不过了吗 嗯 未来这些科技这些玩法你都不用了吗 对吧 这不可能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 踏踏实实搞好自己的航天技术 未来呢 真正的等到到月球上去搞一点东西 对吧 得到什么月涨啊 得到这些什么这个亥三呢 就这种东西 是吧 得到这些科技的这个进步 得到这些科技的这个助力 将来一旦得到了新材料解决了旧问题 那将来中国人在未来 是吧 等高增化量子计算机出来之后 拿到新的外外太空的材料之后 那咱们就OK了嘛 对吧 你说未来的历史到底怎么样 呃 谁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呢 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中国不会被淘汰 对吧 只要做到这一点 那后边就行了 啊 很多的民族也好 很多的这个国家也好 其实现在你看得很清楚 他们基本已经被淘汰了 你不要觉得我跟你讲神话故事 你这么讲 你看三星堆 你还看不明白吗 三星堆厉害不厉害 三星堆厉害 但是我问题是什么 是吧 三星堆当时它周边没有其他文明吗 对吧 它周边都是这个空义物吗 那它那么多的贸易品 它跟别人交换 不属于它这个里边风格的这个产品 都是从别人那搞的 都从哪搞的 你都搞不到了 就是历史上最后留下来的 比如什么二里头文化啊 什么两储文化啊 对吧 三星堆文化啊 几个大的这个大的方向是留下来的 那些小的呢 可能都烟消云散了 对不对 就给你看很多科幻片的 科幻片告诉你 比如地球成立了一个什么地球的这个联盟 对吧 那这个地球联盟四个字 就把所有其他文明全包在这个游戏里了 然后他们这个游戏可能就不重要了 知道吧 这个游戏可能就被淘汰了 这就是未来他们要面对的这个现实 这个东西很麻烦啊 所以你问我怎么看呢 是吧 我实话实说啊 未来的实际情况也好 未来这个趋势也好 大家都在玩什么 都在争这个发展的趋势 对不对 所以中国在航空航天那边砸的钱 将来一定是能赚的回来的 你可千万别觉得在这个地方投钱将来是亏的 绝对不对的 对吧 而且很多那个工资跟你讲啊 是吧 老百姓都吃上饭呢 是吧 现在搞航天干嘛 老百姓吃上饭就得搞航天 就得搞尖端技术 对吧 你看美国人今天有这么巨大的繁荣 是为什么 就是当年他们在尖端技术上砸了钱呢 尖端技术上砸的钱将来都会回报给他 美国人为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美国人为什么想干什么科技就干什么科技 为什么日本人 是吧 油 气 电 三个能源都投了 投完之后为什么日本人玩不成 因为没有这个科技的指挥棒 没有科技的指挥棒 就没有科技的朝向的方法 没有科技指挥棒 没有科技朝向的方法的话 他说什么都不行 别人都不认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不行 美国人为什么行 美国人说一个东西别人都认 那凭什么美国人说什么别人都认呢 那就是因为科技霸权 那科技霸权靠什么得到的 都是航空航天的 都是这些宇宙探索 说白了就是你要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要人人都认你 那么你接下来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讲不了这个故事 你不能讲出一个让人人信服 让人人认可的故事的话 那你将来没人能认可你 对不对 你怎么能让人家最终认可你 对吧 实际上是很难的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 踏实玩自己的就行了 是吧 未来的趋势呢 和局势呢 这个中国人只要慢慢玩 玩自己的绝对能完成 而且我跟你讲啊 你别看现在西方一说挺了不起的 如果没有了美国 整个欧洲他们一下就掉来了 他们一下就落后了 但想往上追不知道需要花多少人 这就跟那个大航海时代似的 一旦天高任鸟飞 一旦你获得了优势的话 马上就起 你要知道当年东印度公司的话 实际上是七家东印度公司 抢先航海的西班牙葡萄牙占了多大的便宜 嗯 他们在这上面花了不少钱 对不对 国家投资完了呢 去搞这个东西是吧 赚到了巨大的红利 西班牙葡萄牙 是不是这东西能有亏吃吗 说投资这个有亏吃的 要么呢就是目光短前 要么就是带着任务 知道吧 所以我跟你讲啊 不用着急知道吧 美国呢 现在是问题是这样 那两个航 宇航员什么时候下来 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一个乐子了 这个是NASA和波音他们的游戏玩法 如果他们最后无奈找马斯克去借 借这个能量的话 那说白了马斯克就是证明了自己 对吧 马斯克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嘛 就是你们是吧 这么想淘汰我 那么想淘汰我 玩到最后的话 你们淘汰我 淘汰不下去 对吧 完了还得过来求我 这不就是马斯克想要的东西吗 我说实话 波音呢 也别怪别人 对吧 其实你说机会没给吗 对吧 这个NASA的机会给你了 让你重新夺回这东西 那你自己不忠用 你说什么呀 对吧 你要说波音一点机会没给 是吧 从此淘汰了你 或者只跟马斯克玩 不跟你玩是吧 那我觉得你讲什么东西呢 也有道理 对吧 你怎么说我觉得都有道理 对吧 但是说白了你马斯克这块 人家把机会让出来了 对不对 完了你往上冲 你只要冲上去了 你把那个飞船放上去 这两个人踏实能回来 你证明了这个之后的话 后边的清单 后边的这个项目全能给你 但是你不灵啊 给你机会 你不忠用啊 是不是那机会是谁的呢 那机会人家又能站一站了 对吧 就这么个路 所以呢 呃 这一次的这个玩法呢 对吧 中美航天是吧 往下玩 而且越玩到最后呢 这个美国啊 这个月包不住 对吧 月球这事儿 这个月长这事儿你也看见了 直接给他拒绝了 拒绝理由很简单 是吧 你也你也赖不着我 你那个沃尔夫条款 你也不能违法啊 对吧 你不能违法 是吧 你踏实实就按照你那沃尔夫条款走 对不对 反正呢我也不跟你玩 是吧 那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美国来说是非常伤 啊 美国人按照这个玩法 玩不下去的话 那后边的游戏可怎么玩 对不对 NASA他们怎么做 而且他们将来呢 你别管你怎么着 你内部还得内斗了 对吧 你播音也好 或者怎么样 马斯克也好 你们得瞎家伙 那中国呢只需要他 发展自己的就好 所以等他们吸入到内斗的时候 你不让我用 我不让你用 是吧 踏实实的互相遏制 是要是相互互相咬 那对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的进步速度只能是越来越慢 啊 所以美国呢 他如果不行了的话 他就是全方位的不行 完了你会发现一种 摊缩式的不行 所以有些时候呢 呃 你说理解这些东西是吧 或者看到这些东西的话呢 为什么有好多人不认 这就是科技的好处 知道吧 只要你是领先的 这个世界的很多人都是目强的 对吧 谁是强大的 谁能够这个 就能长期维持很久的这种形象 对吧 只要是目强的 只要你赢了 别人都说你好 只要你行了 别人都说你好 对吧 那久而久之的话 人们就会形成一个固有光念 就是你就是特别厉害 然后呢 生在这个历史周期的人呢 他对这个大周期看的不清楚的话 他就会认为你永远会强大 所以有些东西的话 确实要一直扭转不过来 但是问题在于呢 历史呢 没有终结嘛 对吧 历史并不相信你这个东西嘛 对吧 那你会最终怎么样 最终会终结的嘛 那你一旦历史终结了 后边的这个游戏都不用动啊 那历史能终结吗 历史肯定终结不了 是吧 所以历史终结不了的话 那这个游戏的话 就需要继续去做咯 对不对 那那怎么说 这就都是好事 对吧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 像这看下一节内容 那这一节啊 咱得讲个硬事啊 现在呢 珠海航展马上就要开了啊 那这一次珠海航展的话 简直是 呃 狗大户的最快乐的这个购物季 对吧 因为这一次珠海航展的话 如果能够顺利开幕 是吧 整个西亚打的这么精彩 而且现在伊朗表示呢 他不是百分之百要去反击吗 那他百分之百反击等什么呢 不就等这个竞选的吗 对吧 还有两天嘛 两天之后的话 呃 有可能他是当天晚上给 是吧 比如说明天是5号 4号晚上突然来这么一手 是吧 影响美国大选 这是有一种可能性啊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等结果出来之后 他进行反击 不管是哪种的话呢 导弹必然是这一次的这个重头戏啊 那么俄国呢 也派出了这个457 说咱们这边呢 也要新飞机亮相 不管怎么说呢 这一次珠海航展 是一个特别热闹的这个航展 这一次航展啊 我说实话 如果真的能够 是吧 跟狗大户签一大堆单 那对于整个美国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对吧 实践出真知嘛 也就是这一次导弹200发就证明了 证明了中东是吧 这个并不完全是美国说了算了 你明白吗 这个才是200发导弹的真正的意义 就是这200发 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是告诉这个世界 是吧 已经有一种全新的游戏玩法了 在这个世界当中 并不是只有一个游戏玩法 而是有一个全新的游戏玩法 全新的作战理念 对吧 一个全新的作战理念 和全新的思维 已经进入到这个世界了 对吧 那如果这个东西的话 被证明成功了 那么好了 很简单 后边的所有游戏呢 就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玩了 都可以开始了 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呢 那未来的形式 你说怎么说 是吧 那就是非常轻松 所以搞大户们呢 踏实实跟他们卖 跟他们买 踏实实他们买完了 他一旦买成了 对吧 以色列如果再不能嚣张了 那对于以色列来说就惨了 你知道这一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就是你买L35 买了一大堆东西 L35 防空导弹 机场 预警机 侦察机 加油机 买雷达的东西 人家就买一导弹 买一无人机 就完了 如果你跟中东陷入到这种军备竞赛里的话 对吧 那你最后会发现 没准以色列都得跑来找你买东西 但是你说你会卖给他吗 显然不会 对吧 所以如果你不卖给他的话呢 那他上哪儿买 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太靠谱的东西 对吧 那这个别人也不会帮他 那你说他怎么办 那他就惨了 就算有人卖给他了 那也无所谓啊 不管你卖不卖 不管你怎么样 是吧 人家那边踏踏实实的能够踏踏实去玩 就吧 这就行了 只要人家那边能够踏踏实去玩 只要人家那边就 就可以去做就行了 人所以以后我只需要买导弹 就这么简单 而且导弹最恐怖的是什么 导弹平时候这都是移动的发射车 我同时躺山里就行了 现在都不需要那个什么发射井了 发射井太贵了 知道吧 买点顿购机 咕咕咕咕在山里边挖洞 挖完之后把这车藏山里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那把车藏山里了 平时你随便炸随便打 你愿意打就打 你愿意炸就炸随便 对吧 等等我需要用的时候 推出来就放 放完了这车也没用了 他不像飞机 对吧 你飞机飞过去了 炸完了还飞机回来 完再换装备再上去炸 对吧 这是旧时代的游戏 现在呼呼呼就放 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打五百枚 打两百枚 是吧 对方踏实坐那了 你要是打一千发 是吧 他就彻底老实了 如果你要是能有五千发 他说你是他的兄弟 是吧 你别以为到时候以色列人不能说 以色列人他得跟你论证呢 是吧 当年闪毒 对吧 他们是怎么是同源的 他是兄弟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论证的话 他也玩不下去了 他如果不论证的话 这个游戏可是玩不下去的 对吧 你可千万别觉得啊 你可千万别觉得这个游戏的话 你还能有什么别的玩法 没有了 你那个玩法是落后的 真真正正现在落后于时代的是谁 是以色列 知道吗 真真正正落后于时代的 并不是这个 这个阿拉伯世界 是以色列 我只需要买导弹 你需要买一大堆 对吧 像什么将来伊拉克 叙利亚呀 是不是埃及 都可以买 对吧 谁说我只能卖给谁 不能卖给谁了吗 没人说吧 那没人说不能卖给谁 我谁都能卖 对吧 我踏踏实实的 他只要没上了被禁运什么的 名单什么的 我就可以卖 对吧 他上了被禁运名单的话 没准备也能交易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的话 我都能踏踏踏实实卖 我只要能踏踏实实卖 我只要能踏踏实实交易 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就是OK的 那你想以色列最后怎么赢 我没跟你讲吗 以色列呢再怎么玩 他就这十几年 所以为什么我说以色列 这回他不想停战呢 你觉得以色列不明白吗 以色列 知道这么多聪明人呢 一说人就说以色列人 是最聪明的 那你说这么多聪明人 还看不明白这点事啊 这么聪明的以色列 还搞不清楚 看不明白这点事吗 明白吧 我给你讲这意思了 所以你只要能搞得明白 搞得清楚 看得明白这点事 那后续的这个游戏玩法 什么玩法 你还看不懂啊 对不对 那你说怎么办 那就只有打 只有在这一次 只要把拼命的打 为什么 因为不打的话 他这一次只要彻底败了 我跟你讲 他不赢他都叫败 他赢他就叫败 为什么 他没有一个未来了 二年之后 人家疯狂发展 攒好了钱 全买这个 到时候一家 甭说多了 一家生产三千个 是吧 一家有两三千个导弹 是吧 七八个国家合起来 一万来发导弹 你怎么打 这个战争你怎么玩 对吧 你后续的玩法怎么玩 玩到时候都是无人机 对吧 你那个梅卡瓦坦克装装备不行 对吧 玩你给你那机场都扫了 对不对 你这游戏怎么玩 你后边你怎么去继续 对不对 所以说白了这一次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一次必须是谁当选 必须是哈里斯当选 是吧 如果川宝万一要是赢了 那你怎么说 川宝要是赢了的话 那你就得对他们打关税战 你对阿拉伯世界打关税战的话 阿拉伯世界直接倒向中国了 对吧 人直接不站你那边了 如果阿拉伯世界不站在你那边的话 对你来说是什么 是灾难的 对不对 石油美元这个东西 马上将来变成石油人民币了 而且人家不跟你玩了 你怎么弄 你明白吗 明白我给你讲的意思吗 到最后人不跟你玩了 这游戏你根本就没法玩 没法用这游戏了 所以我真的想啊 讲人家实在话 真不是说是吧 吹呀黑呀 是吧 必须得讲这个瞧不上谁 或者怎么样的 中吹中命赢啊 你现在不照着这个游戏 你不让这游戏踏实实进行下去 对吧 你阿拉伯世界 这么讲吧 阿拉伯世界一直在这干嘛呢 他这个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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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气个气的东西他干嘛呢 他就是要件的 知道吧 他就是借着美国跟中国在要件 但是问题是 你穿宝只要一上去 对于人家来说的话 如果人家的局势已经明朗了 对吧 人家的局势已经明朗了 人家的局势已经清晰了 是吧 那对于人家来说的话 人家不用装了 明白这意思吗 等人家不用装了 这个游戏可以随便玩了 人就没法站在你边了 等没法站在你边 这个玩法你怎么玩 明白吧 明白我给你讲的意思吧 所以那这样一来的话 最终结果怎么办 没办法啊 不是说你喜欢啊 不是说你讨厌啊 这东西就能过关的 所以 如果是吧 是穿宝上来了啊 那么穿宝最大的难题就是什么 就是你怎么跟他们得过交代 对吧 这个这些人 他是是买了中国的产品 他现在中国的产品 又比你又便宜 又比你好使 完了你拿什么去扼杀他们 你不能说一说就让他们交钱吧 一说就交钱 一说就把钱给你 凭什么 你凭什么把钱给你 你要以色列打他们是吗 那你要以色列打他的话 中东战争你可停不了 你不能说你一边要求中东战争停战 一边要让啊 以色列人去帮你打这些阿拉伯人吧 对吧 你看现在美国航母被拖鞋 是吧 威胁的够像 是吧 航母不敢往那边靠近了 美国啊 世界第一海军 被一个拖鞋的武装 吓得这个航母不能往那边死贴 知道吗 明白我给你讲的道理吗 世界第一海军 被一帮这个散兵游泳 被一帮这个所谓游击队 吓得必须得退避三舍 这就是此时此刻 真真正正正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以为这个游戏还是按照你的游戏玩呢 对不起不是的 根本就不是按照你想象的游戏玩了 现在根本就是按照另一套游戏去玩 完全都是按照另一套游戏 完全按照另一套思维去玩 对吧 那那你说这个怎么办 对吧 那你你这个游戏这个怎么说 对吧 所以真的啊 真的别着急 形势比人强嘛 反正这个驻外航展一开幕 中国新的飞机出来 对吧 你觉得毛那457还有面子吗 我不是说非要恶心的谁 或者怎么样的 457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 首先呢 你要有侦察机预警机 你要有这 你有那个 但是咱说实话 俄乌战争现实的情况来看的话 对吧 你的这个空中优势 甚至我觉得毛子呢 可以拿这个空中飞行的柳月刀 我觉得他卖柳月刀 可能都比这个拿457出来好看 对吧 真的这一次呢 咱也不说羞辱毛子 毛子有一个产品 确实是可以做成一个真正的明星级产品 就是他那个 对吧 柳月刀啊 那个那个徐飞蛋 那个我认为是真正的跨时代的产品 那个产品又便宜又好又 是吧 买了个两千颗三千颗 是不是 你这坦克敢出来吗 出来之后直接上去就撞你 直接就打你 只要这么玩的话 真的我说不好听的坦克 你看见了吗 在俄乌战争当中 这一次坦克 我估计销售的情况不会太好 坦克车车这东西装都不会太好 对吧 反而什么猫猫车啊 这种快速的反应转奖啊 快速这种轮式的 这种可能会卖的好一些 旧式的坦克卖的不会太好 对吧 俄乌战争都看的很清楚 对不对 你这个坦克没什么作用 不如这个猫猫车 不如运输的 轻型运输车 对吧 又能运物资又能运人 对不对 完了天空中飞着这个无温机 用无温机的话去做事 真的不如这些 已经全新的浪潮已经来了 当年的战争之王 对吧 这个坦克他在现实的作用 或者说现实的地位正在已经消减了 那如果在未来的是吧 方向上他慢慢慢慢不灵啊 慢慢慢慢往下消减了 是吧 那你说是吧 谁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未来 谁在战场说话谁是未来啊 你喜欢这个东西 或者你讨厌这个东西没用啊 对不对 要说坦克我从小最喜欢 那小小学门口 人家卖那个塑料坦克什么的 我买的都挺全的 对吧 那管什么用啊 那你现在坦克你也看的很清楚 他确实就是不灵了 对不对 所以新型的战争模式已经全到来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毛来说的话呢 毛那坦克大赛办不完也就这么回事 因为每一次他办那个坦克大战的话呢 基本都是他的这个特戏二啊 是吧 或者他这个特戏的坦克啊 对吧 基本上是一个展销会 而且为什么那些那些东西的话呢 咱们一直赢不了 对吧 你没发现吗 那些东西咱们一直就赢不了 是不是你你发现了吗 那个游戏咱们一直赢不了啊 为什么 那是人家的展销会 那是人家卖坦克的一个展销会 人家必须告诉大家 我是第一 我是No.1 完了我赢了之后 我把坦克好卖给大家 对吧 那个展销会你还看不清啊 但是未来呢 就处于一页就好 所以我真的啊 我对这个空中飞行的柳叶刀 对吧 这个那个 那个东西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点赞 无人机 空中飞行的巡航导弹 巡航寄导弹 是吧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加上什么大型的无人机 对不对 未来再加上导弹 中远程的这种呢 这个是 这么跟你讲 更可怕的是什么 现在穷国跟大国能搬得了命 你知道吧 就过去的时代 一个弱国根本没有资格跟大国打 对吧 这个看得很清楚 现在一个穷国 一个弱国 他现在似乎和这个大国能掰掰手腕了 你能想象这个胡塞武装能够跟这个美国干吗 你不可想象这件事在过去 但是现在现实的结果就是不但能干 而且玩到最后的话 只要你稍微强一点 对方就拿你没得 这个现象这个形式已经出现了 这个我觉得是这一次军事变化最大的东西 最大的点 所以我说实话 没有这种 呃 通过跟别人合作的方式 反而以压制别人 反而要控制别人 对吧 对于西方来说的话 他们真的未来路不好走 你美国想控制这些比你弱得多的这些国家 他的这个负担 他的成本大了 对吧 他的成本被增大了 那后边这个游戏的话 那他你想想这个游戏他怎么玩 他怎么维持住 所以说白了美国人问题就在于他也想搞那些新鲜东西 他也想可能想搞那个东西 但对不起他没有 该投资的没投资 是吧 现在你觉得他没有那些投资的话 他还能玩那些游戏吗 那些最先进的东西 那些最好的 最这个新潮的东西 你觉得他玩动吗 美国在好多的新东西面前都已经落后了 现在美国就是旧瓶装新酒 为什么需要这个B2 B2是什么 B2这个东西玩到最后 B2是一个遮羞布 B21呢 就是B2的青春版 真正朝向未来时代 朝向未来的这个这个方向的东西 他都没有 对吧 你都没有你凭什么玩 你凭什么占据这个时代 对吧 这都是很现实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驻外航展之后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踏踏踏踏的去 是吧 卖咱们的东西了 阿拉伯世界呢可能要转向 阿拉伯世界一旦转向 跟咱们合作的话呢 对于美国来说 对吧 尤其是你川宝 川宝一当选 就会刺激他们更快速的转向 这个对于是吧 美国来说的话就太糟糕了 一旦军事上他在西亚站不住脚了 是吧 那合作方面也都转向了 那他拿什么玩 是吧 那他基本上就什么 就没得玩啊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好吧 那么今天这集呢 就得谢谢收看